就是我在旅行的時候 因為我一開始旅行的時候 我並沒有飛吉他 然後後來飛吉他的時候 就是有唱了 一首叫做夜空中 最常在那邊睡 然後那首歌 我覺得很妙是因為我在 唱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不覺得我的音樂 有辦法就是可以讓人家感動 那時候我完全沒有這種感動 然後是後來 就是有人聽他這首歌的時候 他們就自己就在流淚 然後我就嚇到 因為什麼 怎麼了 然後結果我原本以為是他只有他的問題 然後後來因為我陸續旅行三次 然後過程中都有 彈這首歌 然後是不同的人都因為這首歌 就是都流淚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很妙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就是每個人跟我的答案都不一樣 然後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個是 他好像就是 原本是 就是他也是一個思想人 思慮很多的人 然後可是因為出社會的時候 他思慮又更複雜 然後因為那首歌裡面 就有講到他就是 希望永遠有一顆透明的心靈 然後他是因為那個感覺 然後就哭了 但是我這次唱的就是 是我有把它補取 就是 把一萬次悲傷 跟夜空中最太陽的心組在一起 這兩首都是淘寶計畫的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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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我是你 我无法忘记你的心情 难以不醒 我要忍耐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 是否还要认识最后的期待 一万次悲伤 依然会有趣 我一直在对我的地方等你 最后只能这样 仅有一个方向 你不能改变 每一颗眼泪 是一万导火 最温暗的地方 永远的明亮 我朋友的暖流 想找你的爱啊 我注定这样 我注定这样 永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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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 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也不愿远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那一遍 每当我迷失在夜里 哦 我的夜空中 最难到心 请照亮过我的心 我和你 从脑海里沉浪心 我无法抗拒的心情 我无法抗拒的心情